把那个什么呢 把刚刚的写法 其实用录制聚集的 这种写法 当然它好处是很直觉 滑鼠键盘录下来 但是它缺点就是程式 重复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不简洁 录下来程式可能一大堆 但至少如果你当你还没有 不知道VBA程式怎么写的情况下 反正至少它是一种解法 OK那也是一招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就来用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就是一个清除 那一个合并 那合并的话你会发现还会闪一下 它会闪动 为什么因为它是slate切过去 复制了之后再过来再贴上 所以它会一直闪动 OK那如果我先用VBA写法的话 它完全不会闪动 因为它是直接指向那个工作 表的哪个范围 帮我call到这边的A2开始 然后再往下追踪到 追踪到的下一列 再继续往下贴贴贴 那最关键的那一行就是 来源的范围点copy 到哪一个位置 帮我把它直接就放过来 复制过来的意思 那程式如何撰写 基本上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拿上面来改 不过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差不多 首先的话呢 我大概重点应该 重点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你会发现头尾4NAS一样 有没有 哪一个 哪一个工作表到哪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 NAS这个部分一样 那这个K等于是指的是什么呢 我要贴过来的第几列 OK那预设值是2 因为为什么第一次的话是贴到第2列 那就是A2的位置 所以呢这一行的话 其实这个也不用注解 所以写法 那我前面讲过 就是说呢 最关键的就是 你要从哪一个范围call过来 那所以呢来源就是1月 对不对 那1月的哪一个 所以特别说1月的 那如果说你那个还不太会写 工作表物件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先写range 再把哪一个去值再加上去 那我们第一个当然 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哪一个 你可以这样 我们从A2对不对 我的来源是A2到哪一个呢 A2到我们的1的最下面一列 1 那如果说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追踪最下面 没关系 你可以先按部就班 先31好了 因为好像1、2、3月都是31 那不然我们就先写好了 先写31 待会再来解决这个问题 反正先可以跑再说 然后呢 点copy 对不对 copy到哪里呢 copy到第一季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这个来源是1月 所以我是指的是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我就是copy完之后呢 我再去前面跟他讲说 我这个是从第几个 第1个 点 有没有 这个范围 点copy 那他第一次一定会跑1月 第二次跑2月 copy到哪里呢 copy到我们的 sheets 就是这个 这个coco 然后呢 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4 或者是说你这边可以打一个什么 刚一样 第一期 然后呢 点 哪个位置 这边的话第一期 那里面的话第一期 我们就是这个位置 那就是什么呢 range range 然后呢 a开头的 但是问题那个位置会变动嘛 所以我们是and 什么呢 加一个k就好了 有没有 k等于2吧 所以他第一次预测值就等于2 那就是a2 第一次一定是a2开始 但是问题来了 当我call过来了 有时候你们写程式啊 写到这边后面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办 像我的习惯 我会这样的 反正这边先设个中断点 然后先让他跑一下 反正的跑 跑过来之后呢 我再去写下一行 这也是一种方法 因为有时候你都 因为你实在是 还没有能力到那么厉害 没关系 你就先写 好 跑完之后呢 你就知道下一行该怎么写 下一行写什么 哎这个k的值啊 应该要让他怎么样 让他要往下追踪 所以呢 k的值 k等于什么 向下追踪 好有没有就是前面讲过嘛 从range 也许你从哪里呢 range的a2 向下追踪 点什么呢 点and 然后呢 向下追踪 这个写了n变了 所以这个应该要很熟 roll ok 好然后呢 但是要前面记得哦 如果你打完之后哦 因为这话多工作表 最容易写错的 就是忘了加哪个工作表 那就麻烦了哦 那不过如果你现在 固定是在第一季倒还好啊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出错啊 如果你怕错 就直接在这个前面加一个 哎有没有第一季的下面要追踪 但是向下追踪他会追踪到哪里 kntr向下 31 那如果从a31贴上对吗 哎对加1所以哦 这个可能就是要 摄中的脸在写程式的好处了哦 就是怎么样你可以慢慢写吧 但是你这边已经过头怎么样 让他拉回来 有没有到车 到车之后的话呢 再按F8 他就会什么跑出这个k的值 哎32对不对 哎32对了 好啊理论上呢 这样子哦 程式应该就写好了 哎看得懂吗 对有简单很多吗 对哦要是你来写的话啊 应该你会选择应该是选择 这种才对啦 但是一般人说真的哦 呃可能你还停留在上面吧 下面可能还要再努力啦 不过其实也没有很复杂吧 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前面都讲过啦 只是说熟不熟练而已啦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会 但是真的不熟练 真的会啦 因为都有听我讲过啦 而且程式真的也没有说复杂到哪里嘛 都是都是很就是很熟悉的东西 只是说呢熟悉的东西要能够把它写出来 能够让它执行没有错误啦 就是比较不容易的点 这一题最容易发生问题的就是什么呢 工作表 所以你慢慢习惯哦 工作表工作表的名称 所以这边的话可能要慢慢习惯就是这边呢 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地方可以斟酌 就是说如果你将来的按钮已经在第一季的话 那其实你这个第一季点这个有没有 其实是可以删掉的 不过前提是你确定你的按钮一定是在第一季上面 你不能说跑到别的地方按下去 奇怪就挂掉了 所以如果你确定是在第一季的话 那这个其实你可以把它省略掉 OK这样应该就没问题啊 试试看这个可能熟练之后 你会发现执行卡 最后确定没问题的话 我们跑一次给各位看清除掉 按下去 OK应该理论上OK了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还没解决 就是说因为目前我们来源的范围都是 A2到1的31 对不对 那如果未来1月跟2月跟3月 它的来源的那个长度不一的话 那你可能还要再解决这个31的问题 所以也许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地方应该可以让它向下追踪 那再把那个值 把这个给取代成一个变数 对那就解决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用那个录制去期的方式 一个是用Copy的方法 所以你会发现Copy的方法真的蛮好用的 另外呢 如果说你要贴就是复制到另外的地方 会有一些公式或者是一些格式 你希望把它恢复成原始资料的话 那也是可以用上礼拜讲用什么 那个Copy 然后Path Special 有没有XL Value 就是如果贴过去的资料不要有那一些 就是公式 因为你如果直接贴上的话 来源如果很多有公式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就没有办法 那你可能就用选择性贴上只有值的那种写法 上礼拜也有讲过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部分稍微改写成那个 用VBA的方式 VBA里面的Range物件